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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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開市錦浪 這次嘉賓繼續請來郭Sir 跟我們說一下港股的走勢 郭Sir你好 郭Sir看到港股現在繼續上升 而且升幅也擴大了 國企指數現在升超過100點 上證指數是在3,000多點 現在恒指在升292點 期指方面在升240點 我們說說港股接下來的走勢 因為看到恒指已經連升第七天 累積升過1,000點 達到超過一年以來最長的升浪 過去一段時間郭Sir經常說 這一陣的升浪可否持續 最重要看看成交是否配合 昨天成交到945億 大增八成 這樣的勢頭之下是否都意味絕利 升浪可以繼續有力下去呢 事實上來說 昨天900多億成交是近期比較罕見的 值得提到 昨天900多億成交 市是裂口高開 之後再進一步向上推升 即是昨天入市的資金 全部在高台的 用一個很簡單的看法 一般來說 省戶或大部分的投資者 都只是採取官網態度 哪些資金在高台上 還這麼勇者去追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有兩類 第一類就是 早前在高台沽空那些 一直都是看得比較保守 後期的市場 在低位慢慢升下 升下多些 終於去到一個關鍵的位置 就是當恒指升破了3月31日的高位 20872點 即是反彈勢頭 仍然再進一步向上推升 那就回補了 其次來說 看得比較保守的基金 過去一段時間 持有現金比例比較高 到市場出現一個技術上突破的時間 他們為了避免基金 過分跑輸大市 亦都被局墜 有時真的沒辦法 好了 來到現在應該怎樣看 第一 由於恒指已經是十天二十天 計而昨天再突破了一條一百天線 即是說在移動線方面 是有利於再進一步向上推升 嚴格來說 在這一刻如果要看的話 就會是一條二百五十天線 不過高一點 是二萬三座的水平 我們暫時先不要看那麼高 我們先看看另外一個技術上的走勢 今年的市場 是由1月4日的高位21,794點 跌至2月12日的低位18,278點 是一個先高而後低 在18,278點的反彈 第一陣的高位是回到3月31日的20,872點 之後經過2594點的上升之後 市場就跌回到20,45點 這是上星期五的低位 然後在20,45點再咬腰回上來 很明顯是由於指數已經升破了3月31日的第一個高位 反彈市第一個高位20,872點 形成了一個突破 這個突破是有成交金額配合的 這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 力度會支持市場 進一步向上找更高的指數 現在目標直至哪裏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1月4日 即是今年2016年暫時全年的高位 是21,794點 這亦是暫時上望的目標 考慮到上星期五的低位是20,45點 到現在21,400點左右 在五角交易天之內 恒生市已經升了1,400點左右 是比較速也比較急 所以往後要稍為消化和略為整固 但基於大市已經是一個成功突破 所以就算有少少整固 也不會阻礙到市的逐層頂形態 因為一個月的高低位的相差 不會只有幾個交易天 上星期五暫時是20,45點 是今個月暫時的低位 假設指數沒有再低於20,45點 更加高的指數 應該是在18日或20日才出來 不會這麼快出來 因為高低位一定是抹開12個交易天 一定是抹闊一些 例如上個月全個月最低指數 就是3月1日19,108點 上個月全個月最高指數 就是31日20,872點 在月頭到月底 由於上個月的升幅有1,764點 今個月暫時咬腰的上升有1,300多點 但始終成交金額是量例的 例如昨天900多億 如果今天賣到尾都是900億或過千億 其實勢頭仍然繼續向上推升 假設今個月有大概1,700多點 上升波幅和上個月差不多 指數迫上去21,794點 這個今年1月肌肉的高位 絕對不出奇 問題是市場既然出現一個反彈的延續 市場會否發展成為一個中期新的升浪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市場只是一個中期的反彈 反彈過後要不就高台整固 上上落落等待變化 要不就技術上調整 先行回吐 反過來回吐後 第三個可能性就繼續向上穩高位 問題是有沒有成交金額支持 現在有 即是不要看輕市場發展成為升浪的可能性 未必會走得很良麗 但要視乎A股和美股走勢而定 因為早前市場的避險情緒高漲 有不少機構性投資者看得很保守 現在這一刻既然市場有一個突破 而且高台明顯看到有資金入市 可能迫使到看淡的要回補 看得保守的要增持 這兩股力量夾集在一起的時候 是可以刺激到市場 漸漸發展成為一個比較明顯的聲勢 但始終來說 我不敢說是一個中期新的升浪 因為一個中期新的升浪 是要具備很多條件的 現在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 美股上升 基金的風險位納提升了 避險乘水降溫 又價斷定 A股亦是回到3,100點左右的水平 似乎暫時來說 是沒有甚麼離彈的藉口 這幾個因素是有條件 令到股市作進一步的趨升 至於能否發展成為一個新的中期升浪 就要視乎其他因素 包括環球的經濟因素 因為始終來說 信心很重要 例如好像中國經濟 軟著陸最壞的時間已經過了 未來是會慢慢斷定 甚至會慢慢升溫 資金入市的態度就會比較明顯 那一下可能刺激到大市 是會發展成為一個新的中期升浪 一般來說一個中期的反彈 大概四到六個星期 或者六到八個星期 是差不多的了 二月十二日的低位 去到四月十二日 走了八個星期 如果在八個星期之外 市還要在大成交再上的話 是有機會發展到十二到十四 或者十四到十六個星期 這視乎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但也不知 其實考慮到一個傳統智慧 因為五窮六絕 四月份如果不抽升太多的話 問題不大 但四月份如果升小過明顯 或者比較投機性的話 五六月我就有點擔心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四月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由月初大成交之下 升到四月二十七日的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九 造就了一個單月升了三千六百六十三點 結果五月就反覆了 六月、七月、八月持續三個月大跌 當時大家還記得 所以這一陣四月份的上升 如果你說成交是有九百幾億 或者多一點都不要緊 但升勢千萬不要太速 因為不要忘記 上星期五的低位仍然是二萬零四十五點 到今天已經升了一千三百幾點 累積的升幅已經那麼多 如果你再走多一陣上去二萬一千七 二萬一千八 就算你不調整 都需要消化 這兩天正在看成交金額 任何一天成交金額 如果只剩七、八億或者更加少的話 短期隨時會見到高位 大家小心點 明白 大家留意郭Sir剛才說過 小心為常 多謝郭Sir你的分析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先和大家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即使攻略的環節 再和大家見面